女子在抽上外 口誤折籃跟袁錦 僵持不下 我認出來你們是 強監過我的 我有告他強監 然後有語氣 隨便你亂講 騙給我離開就好 有沒有搞錯 女子直指警察性侵 只見兩名袁錦 表情無奈狂搖頭 只想趕快將人勸離 但沒想到女子得寸進尺 不知動口還動手 我哪有什麼事情 可不可以出門 不要跟人家講話 你不要再跟著我 平手 平手 不要離警察 女子踹了袁錦一腳 當場被大外哥壓制 在地逮捕 或許行進就發生 在台北民生東路一段 原來當時一對情侶 在仇上外碰到李姓女子 雙方並不認識 但她卻攔下女方 痛罵搶她男友 還出手攻擊情侶黨下的 兩人報警 沒想到警方到場後 李姓女子上演第二出悲情戲碼 不知標罵袁錦是性侵犯 懷了袁錦的孩子 還動腳踹擊 罵一個人強姓犯 可能會構成公安人侮辱罪 對像是公務員的話 更可能構成非告出 男人的侮辱公務員罪 如果行為人同時有強暴脅迫 跟路犯的行為 則會成為妨礙公務罪 李姓女子有傷害 怯到詐欺等前科 半路找人吵架 早就不是第一次 這回耍嘴皮子還襲警 最終狼狽落網 記著油桃張宥茨 張妹子採訪不動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